天天你在干嘛呀 我刚整理了一下我的银行卡 发现呀好多卡已经不用了 正准为去销户呢 但是呀天天知道 有不少朋友银行卡就算不用了 也不去销户 那你知道会带来哪些后果吗 快跟着天天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来看借记卡 我们要知道 一张银行卡从开户起 就会产生如下固定费用 公本费5元 年费10元 小额账户管理费 每季度至少3元 合计至少27元 再加上如果开通短信服务 每月至少2元 那么三项费用合计至少51元 而且呀即使你长期不用卡 且卡的余额为0 以上费用照算不误 在卡上有资金时一定收购 如果你长时间不使用 并且也不注销 银行就会帮你冻结银行卡 然后销户 销户后 你如果再想在同一银行开户 那么你只能开二类户 二类户不仅在使用范围上 不及一类户 在日常消费和缴费方面 也有数额限制 超级不方便 其次我们再来看信用卡 与储息卡不同 信用卡冻结后 且没有销户的 也是会产生年费的 而且呀 只要信用卡申请 被银行批准了 卡片发了 激活与否 都会出现在持卡人的信用报告里 持卡人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拖欠年费 从而影响个人信用记录 除此之外 沉睡卡被他人盗取后 无意被持卡人察觉 所以呀 被盗刷的风险大大增加 所以天天建议 如果您的卡长时间不用 要即使拿上银行卡 和本人身份证去申请注销 之后再将注销的卡剪掉 分别丢到不同的垃圾桶里 以免被不怀